我看着他留了一个Telegram账号 我就去加了那个Telegram账号 后面就是在他的挑逗下 就跟他在视频上裸聊了 到最后是我把我前前后后 包括借的钱 把总共有20万给了那个人 我把我经历分享的时候 我看到下面都能骂我 其实我内心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当时就是蠢 今年5月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年轻人 在推特上浏览色情信息 结果被一个黄推账号诱骗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被对方诈骗了20万元 这是他大学毕业之后赚到的所有收入 推特上的黄色信息一直很多 他们都是怎么诈骗的 这位年轻人又是如何一步步掉入对方的陷阱 这件事又对他有着怎样的影响 欢迎收看本期王军播客 对这位年轻人的采访 那你当时最早是从哪看到这个黄推的信息 最早是在推特上 我刚开始其实想着说句不太好听的吧 其实我之前在深圳是有过一些 做一些那种就是网络上约炮这种事情 我还最开始是也是想也是这个东西 那你是在推特什么地方看到的信息 就是比如说是谁下面的评论呢 还是哪啊 这个我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就是有加过一个 我当时是看了他推特也有一些那是吧 就是音频直播做一些那就是这种黄色直播的内容 然后然后我看到他留了一个telegram账号 我就去加了那个telegram账号 加到账号那样就是呃 就是这一些正常聊天 因为我他刚刚他那边标识说是在深圳 我还以为是在人在附近 就因为我个人也在深圳 一个人在深圳工作嘛 还以为这种也就是说想找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渠道 是你先说你在深圳 然后他才说他在深圳 还是说他说深圳了以后你才说你在深圳 他说他先说他在深圳了 就是当时他是在推特上说的 耳朵愣的时候是后面是转到说telegram上聊的时候 然后说我在深圳他说他也在 然后就是这方面就是呃 在这方面就跟他一些聊一下天嘛 就是其实也就是想着啊 本来就想着就是呃 网络上约炮之后就最多就花点钱解决这事儿 后面后面就是在他的挑逗一下就就跟他在视频上裸聊了 那一开始我看你给我发的那个聊天记录啊 就是他也比较热情嘛是吧 对啊对你还表现的比较关心啊 那你当时没觉得有一些什么可疑吗 我当时最开始是真的没有觉得知道他发那东西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 就说我当时他给我发了一个那个软件我见那个哎呃软件应该是密码他说能看到他那东西后来我看了 打开那打开那软件之后他说要输入手机号这些东西的我我输入了手机他发现什么都没有 我还还问过他这是什么回事 但是我但是我当时与你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我就把那软件提前给删掉了 那什么软件当时让你下载的 嗯在我的聊聊天记录上有一个他他发了一个APP 嗯我就是我当时下载了下来 当时下载了下来就他说是有有他的一些视频啊这些东西在看 这是你们当当时通过telegram聊天之后多长时间发生的事情 嗯是聊天过了一两天 那后来你下载了之后看的里头没有什么内容你问他了吗 我问他了我说什么不太对劲啊他他说可能是他那系统的一些问题吧 但是他也比较说的比较含糊 但是我也我隐隐的有当时是有感觉到那个软件不对劲我就直接删了那软件 就在这是在当时跟他裸聊之前发发生的事 我我没有我没有跟他说我删掉的软件我也没后来我就不管这软件的事了 因为是我当时想的应该是这个人是应该是附近的 一个可以约炮的人 啊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给我们讲吗 我是做工程的就是说是在工程工地里面是接触女性的机会非常的少 平时在工作中 我跟人我跟人开玩笑说盯你的文字都是工那你找没有找过女朋友啊 啊我是真的没有找过从来都没有找过女朋友啊对你是今天多大我今年是24嘛24岁就是大学毕业两年那没有找朋友介绍啊或者说那种网站呢什么之类的这些是没有但是就跟跟下面那些人聊天的时候知道有一些 可以一些约炮啊这些的东西这些我就有接触过 啊那你这样的经历有几次啊方便讲吗 啊这样的经历有个四五次啊 那要花钱吗还是说不花钱呢 要花钱啊要花钱 那花点钱这事就嗯就就相当于这种这种东西是有不是很这种东西在国内肯定是不合法的嘛 那那花钱的话他相当于实际上就是那些卖春的人呢他并不是约炮啊是吧啊对对对对对可以是这么一点 一次多少钱呢在深圳 有便宜的有六六百的到一千的 那当时你你以为这个人就是也是这种啊对对对对对 刚开始就是真的是以为是这个形式的因为在附近 啊那裸聊的时候你没觉得不对吗 因为你过去实际上跟这些人约炮应该没有裸聊的这种经历 没有够 当时我还觉得一切都是还挺正常的事 就是想的是说就是说先呃本来想的是就先见见见个面 因为之前约炮的时候都会说发一些照片啊之类的 然后就约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嘛 然后你就觉得他向你约裸聊是相当于过去你约炮过程中间看一下照片之类的 啊对对对 只是我觉得只是有点过分但是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你约炮聊当时是是你和他都是裸着的是吧 嗯不他是裸着我就只是把那个东西拿了出来 然后大概视频有个就进行了个两三分钟 一共就两三分钟啊 啊对 那当时裸聊的时候你是在什么场景啊是在自己的家里还是在 在我自己的车上在一个地下停车场 呃当时是一个女啊大概 呃二十七八岁左右的女性在自卫 就是她在那边扫手动手嘛 在她也在做这些事情啊 啊那自卫的时候你当时没有跟她约 就是那个具体的见面时间是吧 想想跟她说约一个时间想说我开车去找她的 这些事件说过这事想的是应该应该在附近 他说他他他他说他他很感笑 他说他他公婆在旁外面老公不在 嗯就说不好出来 啊 我现在想想当时真的好 就是好 那你跟她裸聊的时候你知道对方在录你的项吗 嗯不知道 那她让跟你裸聊是通过什么 就是在telegram上telegram上的视频聊天 那你裸聊之后是多长时间对方要跟你联系的 裸聊之后大概他他他提出了我加他QQ 我当时还不太不同意 想说就在telegram上聊 然后过了大概三分钟 就是我所有这些信息 还有我的视频 还有我的通讯录就 就一股脑都蹦出来 就是在那消息框 就是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全部发出来 你是说是你telegram上的消息圈是吧 对跟他消息跟他聊天的那号 我感觉我跟他号是换了人 问我是发给其他的人 让其他人帮我处理这事 还是我花点小钱自己解决这事 那这个人就是再次这时候给你发消息的人 还是刚才的那个女的吗 我感觉应该不是 那是用了他的账号吗 对就是那个账号 同一个账号 但你感觉换人了 对我感觉明显换人了 在几秒钟之内全部蹦出来 这种消息不像是 不像是这种一个人能打字的速度嘛 一个人打字也就是一分钟也就两百多个字嘛 不可能全部蹦出来的 然后他那消息有时候怎么讲的 他一个是我联系人的方式嘛 还有下一条是 你和我们小妹裸聊打飞机的视频和通讯录 看清楚没有 感参号 然后是视频流传出去 对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家庭有什么形象 你心里清楚 一句话 视频是你自己花点小钱处理 还是我拿着视频 找你通讯录的人帮你处理 你当时看到这个消息框的时候 你什么反应 我整个人都嗡嗡了他 然后他还发了一些消息 然后发了消息 说看了一下说别人 把别人我聊的消息 发给他的联系人的 就是其他人的例子是吧 对对对对 他还给我发了个图 他还有个消息 说是要发给我一个同事了 他就准备发给你的同事 准备发了 他说是 然后他下面又回了一句 短信已经帮你编辑好了 一句话 视频是你自己通过花点小钱删除处理 还是要我把整个视频 发给通讯录的人 看看让他们帮你处理 现在给你十秒钟要不要处理 只有十秒钟 对 那你当时看到他这个 给你的留言你什么反应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的 感觉是有一种 今天是谈张大事了 倒霉 我说想想 我能花点小钱处理掉吧 那你当时没有想到报警 我当时没有想到报警 说真的 为什么 我想这是这种报警也可能也影响一大 因为当时想的约法就几百块钱 我想应该是如果是几千块钱处理掉这事的话就算了 就就就当这两个月白干了嘛 当时是这个心态 然后他发了我一个QQ号 在我同意了 说我花点小钱处理 他就发了一个QQ号 让我加了那QQ 让我下载一个就是会议软件叫 Teams 然后他在上面给了我一个会议号 叫我开进去 然后还要说叫我把那个屏幕的分享给他 在我在一分钟之内完成这些事 然后你进到那个会议中心 你见到他这个对面有人吗 然后见到会议中心 没见到他对面有人 当时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急躁的声音 男的女的 男的 先问我要花多少钱解决这事 后面跟他商定 他说是那就花个六千块钱解决这个事情 那六千块钱是你提出来的还是他提出来的 我跟他聊着聊着他提出来的 这六千块钱我就他发了我一个账号 我就通过我的建设银行卡号转给了他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被骗二十万呢 你不是已经转六千块钱了吗 对转了六千块钱之后他分享了他电脑屏幕给我看到他把那个视频给删掉了 但是后面他又说这是没完的事还要是有说请他们的主管来说这个事情 然后过了半分钟左右换另外一个人据说是那个人的主管这个人的声音相对于温和一点 但是也是敲详了也是也是在敲详这事 我之前还跟他说是有一些我这边那些财务的事 他说你这事要么我就发出去 要么你就花点钱来解决这些事情 那你跟他讲你不是已经花了钱了吗 已经给了他六千块钱了吗 我跟他说后来他又拍了他屏幕 我看到的是第一个人把的内容删掉了 但是第二个人还是玩了东西出来 你当时在这个会议室能看见他们的脸吗 看不到看不到 我在他们就指出了听到他们的位置非常的嘈杂 外面的话应该像是一个办公室上的也有一些 也有些人在敲诈着别人 也在发了语音 你能听到别的电脑里面 别人在敲诈别人的声音 就是说他这里头有很多台电脑同时在工作是吧 对应该是这应该是一个团队 那这个主管接下来跟你怎么讲的 这视频就只有他那个电脑有 要删的话只有他那个电脑删掉 才能把这个视频彻底的删掉 他叫我分享我的那个手机屏幕给他 我当时也没想 就想赶紧把这事解决掉 就说赶紧配合一下 让他赶紧解决这事 他为什么要让你分享手机屏幕给他 他可能 我估计是他也怕我报警之类的 然后我分享屏幕给他 他看到我那边建设银行还有四万块钱 他看到我这边银行有余额的时候 他就叫我转四万块钱给他 这是第二笔是吧 那这四万块钱很多呀 你就同意了 我是在安求他吧 我就说我这边房大压这些东西还要还 每个月要还多少多少钱 就是让他给我留一点 但是他说这是敲诈 是不是没有的 要么我就把那东西发出去让别人来处理这事 我想算了吧 我再花四万块钱 虽然也多 也相当于半年没干了 那你觉得他假如说真的要是把那些视频发给你那通信录的人很严重吗 我当时想是觉得很严重 后面在想了哎就大不了说我的手机被人黑了进去了 然后这些都是AI换链 其实是可以解释的 其实是可以解释的 因为当时我想了六千块钱能摆平这事也不算亏 但是他第二笔乔赚四万块钱的时候 你就真的把四万块钱全都打给他了 对 那接下来是说我们只是借用你把从银行那里套钱 他教我去借一些贷 让你去贷款 对对对对 他看到首先他让我打开支付宝就找一个叫招联好期贷的 他看到我这边还有两万的额度 就这个时候你的手机的屏幕还是分享给他的是吧 对对对 但是你当时给他交了四万块钱 按道理来讲不是已经都了结了吗 你怎么还 对但是他说这次还没完嘛 他说这些钱他说这些钱也不是你的 你只是在帮我个忙 但是他说他有办法操作 让这贷款后面一笔勾销 就是说让你贷款之后 然后并不让你还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 他是想表达了这个意思 那怎么可能呢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就是就想了赶紧把这事了结掉了 我也不想等这事 就在他指引一下把那钱提出来 提了多少钱 提了一万七千块钱 提了招联提了一万七千块钱 然后支付宝戒备又提了一万块钱 这是两笔 一笔一万一笔一万七 提出来后他就让我把钱转给他嘛 那你当时遇到这个事情 你也没有找朋友商量一下问一下 因为我旁边没有人 一直都没有人 因为他看到我的信息 都是我怕 我觉得即使打电话了 他就知道这事 他就应该会直接把东西发出去了 你刚才说的四万块钱 那四万块钱是不是你全部的存款 那四万六千块钱 几乎是我全部的存款 我当时就一个借行账户有钱 他一笔一笔的找我去借钱 然后一笔一笔的把钱转给他 就是让你在支付宝这平台借网上支付宝 到别的平台去借是吧 对支付宝的话是借了借费上借了两万 一万八还有还有一个是朝年借了两万 这是支付宝就借了三万八呢 是吧 对支付宝借了三万八 然后在美团生活费我借了五万 美团能借那么多钱呢 但是晚上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借钱这么容易 他也没有审核你的机制 就比如说你的收入状况 什么做抵押 什么都没有审核 支付宝的这些借费 朝年金融还有美团生活费 我自己钱都用过 在临时周转过这个事 所以你当时是有额度的是吧 对我当时是有额度的 除了美团还从哪借钱了吗 他叫我下邪程 他叫我在邪程上借了两万九千块钱 邪程上也可以借钱 对在邪程上借的还有一个是马上消费金融 借了七千块钱 还有一个叫中游消费金融 借了一万块钱 对借的这些钱全部都给对方了 对都给对方 最后他什么时候才停的呢 他说你不用再借了 到最后是我把我前前后后包括借的钱 总共有20万给了那个人 然后他又发了消费让我再想办法借三万块钱 然后这事就了结了 然后当时我跟我家人打电话 你这时候给你家人打电话了 对 你家人打电话的时候你是给你家人父母打电话是吗 对我跟我的母亲打了个电话 你打电话说你怎么讲的 讲的说我可能遇到了一个难够的卡 需要三万块钱应急 就是你想从你母亲那借三万块钱 对对对对对 你你母亲怎么给你回答的 我母亲说这是太大了 这晚上就是他需要商量 你当时跟你母亲说是因为什么要花这三万块钱了吗 就是我说我说我当时没没说具体 我说我有一个遇到一个难够的卡 嗯 需要三万块钱来应急 嗯 你并没有讲到因为裸疗被人家抓住了 然后呢 相关要钱 嗯 然后因为我案发地铁在那停车场嘛 嗯 我就赶紧开回我住的开车回我住的地方 嗯 当时那个片子一直在听着我的手机 就是我当时也在跟我家里面的人聊天 然后是我到了我住的那个地方 嗯 门口我我找那个保安 接了一下电话在跟我家里面通话 就是说想这些内容不想给那片子听到 是吗 因为你如果要是跟你家人用你自己的手机打电话 骗子就能听到是吧 对对对对 你就用保安的手机给你家人打了个电话是吧 对对对 说明了事情的进攻 就是你把整个的这真实的 就是你因为跟别人多聊 然后被他们发现了 然后他管你要钱这个过程说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跟你父亲说了 还跟你母亲说了 我当时的电话旁边有三个人 一个是我父亲 一个是我母亲 还有一个是我舅舅 嗯 当时他们叫我赶紧去报警 我就在门口把电话还给保安 我就直接开去了警察局 为什么他们劝你报警 你就就决定去报警了 我突然想起来 你最后跟你母亲打电话 要最后借那三万块钱 这中间持续了多长时间 嗯大概有两个多小时 到时是5月12号10点半的时候 才开始跟他汇钱 就一共整个的时间就是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一点多的时候我就到了 我住的地方门口保安厅 那实际上时间非常短是吧 嗯 对也说短 那说长也长 那这个时候那个骗子的手机 是不是还跟你还分享 对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嗯 想在安抚那骗子的情绪 我就说 我跟家人们联系上了 但是 是因为我住的地方家里面 住的地方比较偏 嗯 他们人年纪大了 也不会操作那个手机 嗯 他们需要到银行去转账 嗯 你是想把这个骗子 跟你分享这个东西 带到警察局去 让警察跟他联系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 嗯 后来呢 那骗子怎么跟你讲呢 我一直在跟他拖的这事 嗯 然后警察 到了警察局 警察接机叫我 直接把电话挂了 不管这事 啊啊 警察让你直接 他他认为你跟他联系 没有意义 是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 我这边因为说是 我当时被诈骗的没有数 我当时跟警察说 我应该被诈骗了 10万块钱左右 嗯 你是连你自己究竟被炸多少钱 你在警察面前 你都记不清是吗 对对对对对 我当我当时那天晚上脑袋 一片空白 但是10万和20万差别挺大的 你都记不清 我当时觉得应该有十几万 但是具体的记不清了 警察说这个事情 可接你的报案嘛 叫我做笔录 嗯 但是在做笔录的时候 骗子还在 就给我发那些消息说什么 就是除了辱骂以外 就是在 还是在威胁的时候 把那个东西发出去 还在威胁你 对对对 甚至还打了个 还打了个电话给我手机 好 你接了吗 我没有接 我看到那警察看的电话 笑了 说是菲律宾的 直接挂了 可能是骗子急了 就还 就直接打我电话 警察当时做笔录的过程中间 有跟你聊起这件事情吗 就是给我谱一下这些诈骗的招数 他怎么跟你讲的警察 讲的讲的这些就是个骗子 当时就应该 不要怕他这些东西该挂就挂 嗯 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就骗下一个人去了 那你当时听到警察 跟你讲这个话 你什么反应 就觉得警察说的对 但是就是后悔 赚了那么多钱给骗子 那这些钱对你来说 意味着就是 就是我工作开始到现在 全部白干 就是从你工作开始到现在 就相当于从零开始吧 自己两年多的工作 赚的钱都没有了 那这些钱你带着这些款 你恐怕你要自己还吧 那点啊 这些款的话 还好我家里面 他们能帮我还掉这事 除了我爸我妈 还有我舅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事 也没说这事 嗯 骗子应该 也都没有发过这些东西 嗯 他们答应帮你还这些贷款 是吧 因为那贷款你要不还的话 利息很高的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 这些有些都是按日记息的 然后我就拿了我这些贷款的记录 去问律师这些贷款有没有 说可能说是不用还 或者说有没有说是不是完全合法的 嗯 后面律师的意见是 这些东西都是完完全全合法的 就说这只能还 那你已经还了吗 这些 我已经还了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我跟家人联系 说他们会陆续的帮我把这些给还掉 就说让我让我不要再想这事 那你家人对你还是蛮好的 嗯 也是 但就感觉这些是 他们办法 我个人真的很愧疚 那你父母后来啊 有责怪你吗 这件事情 有这肯定是难免的 但是我后面 也我个人也感觉 真的是最对不起的是他们 你说搞这么大的事 家里面拿着 其实这种东西 他们要是真的骂我 其实我心里还好受理 但他们就是表示理解 但是我内心就一直觉得过不去 他们怎么说了跟你 嗯 说的是我爸说是 这时候北下在搞那么荒唐的事 这时候他也只是 也没有说特别骂 也没说过什么怎么样 但是我就觉得他反正这么说 我心里更难受 一直有一种那种被骗的人 那个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也是也是因为被骗的人 现在有时间时间过去 我现在说是看拍 但是这事情想不得 一想一想 除了当时是真的蠢 我真的没长想 那什么想法 所以说我看到我 我把我经历分享的时候 我看到下面都能骂我 其实我内心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当时就是蠢 那你母亲呢 有跟你讲吗 我母亲也跟我讲主要是 我跟我母亲沟通的比较多 你母亲怎么跟你讲呢 也是说这些事情 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过了就过了 就当他这几年疫情期间 什么都没赚到就算了 我内心就是有一种过意不去的感觉 为什么觉得过意不去 就感觉自己没那么完全全面独立 就是一直有一种感觉 我还在啃老的感觉 我非常讨厌这个想法 这个情况 你当时跟你父母讲 包括沟通这件事情 要讲到自己月炮 包括去想跟这个女的那个落聊 是不是觉得特别难为情 这些是有些比较难为情 月炮这些事情 我读了可能会跟朋友 很好的朋友吹牛的 喝酒的吹牛都会讲 那些事 其他的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包括自己父母也没有讲是吧 这些不能说 那你这钱你父母给你的时候 有跟你讲将来你要还他们吗 有 我妈 我母亲跟我讲过 就是说我在前面太顺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卡 就是说这钱 有说过这钱要还 但是他们没有给一个 注定的期间说哪一年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给到他们 你母亲可能你想通过这个东西 让你记住这个教训是吧 对 对对对 这是非常沉重的教训 那警察当时跟你聊天的时候 他有没有讲到这个案子 有没有可能破货 或者是把这钱追回来 我问了一下 他说这个案子是有个可能的 就说是那些提供银行卡 给骗子的人已经是落网了 就是你当时转款的 那个银行的账户的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些账户都是国内的账户对吧 对 这些账户都是国内的 然后骗子就把钱转到境外去了 那他有没有讲就是这钱有可能追回来吗 跟你讲 他有说过 但是这样提到警惕的方面 也讲过附近真的是有很多人被骗 他讲就是在你生活的这一片是吧 对对对对对 都很类似是吗 对有的很类似 有的也是刷单 有的也是这些 那你现在你怎么看这些片子 我只能想用一些不太好的词 就是主教他们 至于是因为我的钱 不管说是交了学费也好怎么样 其实我已经不太抱太大的希望 其实能要回来 那现在这个你要还贷款啊 要这所有的积蓄都没有了 对你的生活影响大了 对我的生活 就是说是以前消费 不能有那么多节制嘛 现在是没办法 只能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了 我家里面还有一些钱 但是我个人实在不太愿意 再找他们要钱 就是有多少花多少 我还是相对运气较好 再怎么说我的家里面 找多少少还有一些钱 还能支持你 就是说帮助你 能帮我 能帮我把这个事给挺啊 假如说你家里的人 要是没有能力 帮你出这个钱的话 那你这个贷款呢 实际上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对对对 其实你要是早一点 找你家人去打电话 或者是借钱 哪怕是借钱 可能都不至于 后来被骗那么多钱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承认 这事情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嘛 嗯 你说蛮大的是指什么 就是那心里面总有一个疙瘩 就是被人骗了 还骗了这么多 觉得特别挫败是吧 嗯对对对 嗯 而且就是之前跟那些李老师发的那个 嗯 嗯 那种我感觉到片子的话术和那个 嗯 是跟我的事情 这么像 嗯 嗯 就算我不能沉默 嗯 嗯 不为什么哪怕是哪怕是 是我片子真的 他在保留的东西 他真的在发出去 我也觉得 我有必要 要把那个事情说出来 嗯 嗯 一个是希望看到的人能擦亮眼睛 嗯 嗯 然后作为一个惨痛的版面教材 我觉得 嗯 我自己交了学会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应该分享给别人 应该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嗯 嗯 嗯 那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啊 为什么会你觉得会被诈骗 或者说他们诈骗在你身上能够成功 因为你当你父母提醒你去报警的时候 你其实就想到报警了 但是你当时一开始就没想到报警 就想到一笔一笔给对方转钱 那你觉得你当时是 是为什么会陷入到这种被诈骗的逻辑里头 就是说 骗子一直在给我一个幻想就是 我这笔转给他 他就把东西删掉 我这笔转给他 就把这东西删掉 后面我家人提醒我去报警的时候 我就知道就是 一个是我的伤害 我肯定给不到他 就是你再也拿不出钱来了 是吧 我再也拿不出钱给他了 就是说 嗯 如果他要发的话呢 那我肯定已经没有办法再去阻止他了 嗯 所以说我就想着 我去报警 让警察去解决这事 那警察那边也跟我说 马上我那天晚上有一块钱 他也能榨干了 哦 就是你所有的钱他都会榨干 对对对对 那那毕竟是有些人啊 我觉得他可能有生理需要啊 他可能看到这种黄推他没有经验 他可能也会情不自禁的点进去看啊 对对对 那假如说他已经进去了 那你觉得要避免被骗被诈骗啊 这中间哪个环节特别重要 嗯 除了已经进去了 就是他他分享的任何软件都不要下载 嗯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当时让你下载那个软件 其实那个软件就是要读你的通讯录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片子后面自己都承认了 就是这个的软件 他自己怎么跟你讲呢 他们的话说也不是说威胁啊 除了威胁他也多多少也会关心你嘛 这是你这是做的这个不对啊 这是他也就是从从道德上批判你 嗯 说你说你这是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但是你就遇到我勒手了 这也没办法 你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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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奇奇怪怪的想 这是你自己觉得的教训是吧 对 只是这学费太高了 我也觉得这学费太高了 我也觉得应该分享 给其他的学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